新聞還是我們帶您關心是台中逢甲商圈所發生的公安事故 就在當地一間運動用品店的外湯同學的冷氣壓縮機支架 今天突然掉落了 結果造成一整排原本串連在店家外牆的13台冷氣壓縮機 全部掉下來 直接砸中在路邊的車輛 初步統計估計起碼有8台汽機車因此遭殃 而汽車看到被炸砸中之後 冷氣機組一整排倒整排 也讓路過民眾直言太誇張了 真的是太扯了 一整排應該在外牆上的冷氣壓縮機全倒 連機帶架子整個砸下來 砸中6台機車 2台汽車 總共8台車受害 太誇張了 我在家裡聽到砰砰 第一台車 第8台機車 這台紅色轎車最慘 總共有三台壓縮機壓在上面 後擋風玻璃全破 前擋風玻璃和車頂也被壓壞 放太多台 放太多台了 那都比較沒台 覺得很危險 對 危險 整排的壓縮機全倒負責當初工程的廠商 趕來善後出動吊車 要一台一台吊起到貨車上 而看到連接鐵架的釘子也被整個拔起 懷疑可能沒有焊接出現鬆動 鐵架工程老闆則是懷疑可能有外力因素得要掉監視器查個清楚 雖然工程行都強調會負起賠償責任 但還是得先釐清責任歸屬 受害車輛還是只能自行先修復 記者劉漢偉SNG小組台中報導